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我说这个说法的时候呢 也没有特别在意 就觉得人的大脑可能还有待开发 里面还有很多可以被提升的地方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刚好也可以分析一下 这个90%被锁掉 这个说法到底合不合理 首先呢 我想先说一下人类的大脑有90%没有被利用 这个说法到底是从何而来 其实关于这个说法的来源呢 一直没有一个定论 我觉得最有可能的就是 有的人说是 人的大脑里面有10%是神经元 90%都是神经胶质 很多人就认为神经元是负责大脑运行的这个主要的工作 而胶质就是负责一些辅助工作对吧 打打辅助 并且在美国还做了一项这样的调查 就是说就是在美国的大众里面有三分之二的人 就是觉得10%的这个说法是蛮靠谱的 正确的 并且在教自然科学的这些老师当中 也有将近一半的人认为 10%这个说法是靠谱的 那为什么现在又有人跳出来说这个说法不靠谱呢 或者说这些人为什么就觉得人类的大脑是完全被运用了 这里就要追溯到我们现在的一些科技啊 因为我之前提到的这个10%的神经元和90%的神经胶质这个说法 是在可能很比较早一段的时间了 就是科技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 而到现在科技比较发达呢 人们有这种MRI就是核磁共振技术啊 或者说PATScan就是这种镇子断层照影这个技术 说起这个PATScan呢 我就有必要再延伸一下 因为这个技术用到的原理呢 设计反物质啊 就是人他在进行一个扫描之前 他要喝一种溶液 这个溶液呢 其实就是之前调试好的这种试剂 试剂里面有那种放射性的元素 喝到人体以后 这种放射性的元素啊 它就会发生衰变 产生正电子 我们平时都知道电子是带负电的 这个正电子呢 就是电子的反物质 这个设备工作的原理 其实就是这个放射出来这种正电子 他就会跟身体里面的这种带负电的电子 正常的电子 进行一个泯灭 这个泯灭呢 就是正电子碰到了负电子 两个来自完全不同世界的 各个方向都相反的两种物质碰到了一起 然后碰到一起呢 他们就泯灭了 泯灭以后 他们就会放出两个光子 冲向两个不同的方向 而这个光子就被这个一圈环形的这个仪器收集到 这个仪器呢 就会把这个泯灭的位置进行一个定位 于是呢 就可以在计算机里面进行一个成像 就把整个图形画出来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的是刚才那个泯灭的过程 泯灭就是一个正电子碰到一个负电子 它们发生了泯灭 然后放出了两个光子 然后如果我们把这个过程逆向过来的话 大家会发现一个特别惊奇的事情 就是这两个光子 然后走走走把它合在一起 然后它发生了一次爆炸 然后啪 射出来一个正电子 一个负电子 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个描述以后 有没有觉得这像什么 这个就像是我们宇宙大爆炸 就是宇宙的起源 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宇宙的形成就是能量 无限压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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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爆炸啪 炸出物质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过程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势必也会形成一些正物质和反物质 好 我们继续回到刚才这个话题上面 就是在做完核磁共振或者这个PAT scan以后 人们就可以清楚的认识到 在进行一些数学计算呀 或者说在运动啊 或者说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 人的大脑的区块是哪个部分在运动 对吧 哪个部分在工作 最后研究结果就表示 人在这个生活当中 基本上每一块区域都用到了 就是说每一块区域都参与了工作 所以这些人呢 就觉得大脑里面并没有那种没有被开发过的区域 因为每个区域都参与工作嘛 都用到了 所以说人脑的利用率就是百分之百了 这个说法呢 就是很多人认为比较靠谱 比较权威的一种说法 下面呢 我就来提出一些我自己的疑问啊 首先如果人脑是百分之百利用了的话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我们的大脑缺失一块的话 那我们就完全不可能生存下去 但实际情况确实有的人脑子坏掉了 但他依然活得很好 就比如说这个在脑科学界很有名的这样一个人 叫做Fenis Gage 这个人呢 他就是在1843年的时候 这个人有一天他就在给自己的枪上弹药 在那个时候给枪上弹药的时候 都是拿一根铁棍 或者说一根铁签 往这个枪里面捅 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可能都有看到过这样的场景 这个人捅着捅着呢 他这个枪突然下走火 就把这根铁棍直接一射射到他脑子里面 当时这根铁棍射进去的位置呢 就是从他的嘴巴下面 下颌部直接射穿 然后头顶也被射穿了 一个大窟窿 这个铁棍所经过的相应部分的大脑也受到了损害 就相当于直接就没了 正常情况下我们都觉得这个人肯定已经死定了 但是这个人奇迹般的又活了11年 就这个事件呢 并没有对他造成一个致命伤 但是这个人在后来的生活当中 他就是有一种性情大变这样的一个变化 如果这个例子还不够说明问题的话 那我再来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来自医学界权威的杂志 叫做Lancet 就是柳叶刀 这个报告的名字叫做一个白领的大脑 在法国有一个人44岁 有一天呢 他觉得左腿无力 他就去看医生 医生就对他进行了一个核磁共振扫描 就发现他的脑子里面全是这种脑基液 真正的这种正常人所谓的脑组织啊 在他的大脑里面已经薄的跟一张纸一样 所以当时医生就觉得 哇 这个人基本上可以算是没有脑子的人 就这样一个人 他的智力水平呢 并不比正常人低多少 并且他还是政府的公务员 也已经娶妻生子 也算得上是一个人生赢家吧 当然有朋友也会说 这只是一个个例 所以这个个例呢 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啊 于是呢 我就再来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来自于《自然》杂志 有一位叫John Lorber的学者 他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做 翻译成中文就是 我们的大脑到底是不是必须的 他这里面提到他的一个患者 这个患者是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 一个数学系的学生 这个学生成绩很好 比如刚才所提到那个人 智商高了不止一个等级 他在这里的IQ测试呢 是得分是126 虽然我不知道他这个用的是哪一套系统测的IQ 但我知道126无论是放在哪个系统里面 都是在前10%这样一个水平 就是全人类IQ的前10%这样一个水平 而且这个学生的大脑里面呢 他的情况跟上面那个人 其实情况也是一样的 就是脑袋里面全是积水 就是脑积液 真正的脑组织就在脑干上面铺了一层 一毫米左右 就这么厚 据这个教授的描述 这个学生唯一的特点就是脑袋看起来比别人大一点 其他看不出来和正常人有什么样的区别 而且这个教授接到这一个案例 也是通过这个学生的主治医生给推荐的 因为这个教授在神经学这一块已经有研究了很长时间 并且这个教授呢他还确定了几百起这种大脑非常小的 但是智力水平都跟正常人差不多 并且生活学习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这种无脑人 所以这三个例子讲完了 我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再来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就是我觉得人的大脑肯定还有很大一部分空间 或者说很大一部分潜能有待开发 准确一点来说应该不是人的大脑有很大的潜能有待开发 应该是我们整个人体有很大的潜能可以开发 说不定有的地方的功能被你开发出来以后 你发现这个地方比大脑还好用 其实人体其他地方的组织可以代替大脑 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看见了 也不是第一次知道 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的肌肉里面 它是有信息 它是可以记忆的 这个功能呢 其实就跟大脑记忆信息差不多 关于人类在潜能开发上面遇到的瓶颈 我觉得就像是一个锁一样 就像我之前提到的 人类大脑可能就是像被锁住了一样 其实这里我说的大脑呢 不只是大脑啊 应该是指的人的整个潜能 而这把锁 我觉得很可能就是人类汲取能量的这样一个方式 就我们现在人都只能靠吃东西来获取能量 但是大家有人可能听说过 有人靠直接目视阳光就可以吸收能量了 其实直接吸收太阳能呢 应该算是一种最直接最高效的方式 但是目前的大多数人只能靠吃来吸收能量 但我们又知道 如果一个人他的潜能被开发出来 那他肯定是要消耗巨大的能量 如果我们人潜能开发的状态 我们把它叫做超级赛亚人状态 那我们这里就会形成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你必须使劲吃使劲吃 24小时不间断的吃 你才能维持你的超级赛亚人状态 说到这个吃我还想再说一点 就我发现智商高的那些有名的人都不是胖子 关于这一点呢 有很多科学家也发现了相同的这样一个现象 当时就有的人说 是这个肥胖导致了智商低 但其实很多科学家也认为 其实并不是肥胖导致智商低 只是因为智商低的人 他们脑力的消耗没有那么大 所以说像智商高的人 他们脑力消耗很大的话 那就不会产生肥胖这样的现象 我们从这张实验结果的表格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信息 就是智商越高的人体重越苗条 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些人追求瘦 追求以瘦为美的这种观念 可能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吧 Peace